奥迪A4天都塌了 新款来了吧 改名叫奥迪A5 我之前就劝你们别干 你别看他现在便宜 我车现在按揭低配给你都会来到了19万多 但你翻翻我其他视频你能发现在二多万落地里边我建议你干啥 研究研究奔驰C级 我之前就说奥迪A4马上要换到了很多人不信 你看看新款的样子 外观跟内饰是不是宝马5系成功 都说宝马5系丑 但是这回奥迪A4新款来了 除了内饰有点不伦不类 整体一个外观还算不错吧宝贝们 在座各位觉得奥迪A4好看打个好看 不好看打个推高的 我当年就吃过一把亏 一四年时候买了个奔驰C级买个W204的 我开了半年就七眼看到W205的奔驰C级上市了 当时我踢烟斗塔了 开了两年半 赔包乍捕说一点面都没有 上座第一个也动不了块 老丈人见我就刷我脑袋 这回你们都知道奥迪A4即将要换单的 真喜欢奥迪A4你可以等等新款 奥迪A5上了之后你研研究新款 你如果说现在二十多万 想干一台B级车豪华品牌 除了奔驰C级你还能挑出来一个比他还有牌面的吗宝贝 二手的准新这些豪华品牌你就别研究了 热门车型 买旧不如买新 真差不了多少 冷门一点的你可以研究二手的准新车 行情直接给你跌报上 评论区告诉我你看到的二手车博主 这两年买新车的都有谁都买了什么车 多放放我其他视频直接能帮到你 每天大家们了解新车二手的行情 祝你们作响鸡头越来越好 满灯灯了